实拍科洛克TSI230标准版持用为主 斯科达科洛克作为科迪亚克的兄弟车型一上市 就被消费者欢迎小熊的泥车 这万车于去年广州车展正式亮相 并在今年3月正式上市 新车共推出了1.2T、1.4T发动机 共计四款设计时达区间在13.99至18.59万 作为斯科达在紧凑型SV市场上推出了新车 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 自然不会投身这个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全系当中的最低配 科洛克2018款TSI230标准版的实力究竟如何 科洛克作为斯科达引进的又一款紧凑型SV 售价需占在13.99至18.59万 直到价格为13.99万 搭载一台1.2T发动机 作为科迪亚克的兄弟车型 科洛克在设计上曾经继承了斯科达家族式前脸 多边形进气可散 分体式车灯 这些元素有着十分高的品牌变时度 科洛克共计四款车型 顶配版采用了ROD大灯 驱车型则采用了常见的有速光源 分体式大灯的下部位 ROD日间行车灯和前五灯 科洛克的长环高分别是4432毫米 乘以1841毫米 乘以1614毫米 轴距相比进口版本 长了58毫米 达到2688毫米 相比同级别对手而言 轴距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无钥匙启动及无钥匙进入 只有高配两款车型才会配备 也是中级别当中 拉开配置差异的常见做法